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不作就不会死的科幻灾难片《天外来君》 由于电影时长关系,将分成上下两集进行介绍 故事的开始,在夜空之下 德州郊外有一对小情侣,正在车上准备防飞自我 这时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卫星 小伙立刻被转移了注意力,为女友介绍起这个卫星 并不顾女友的劝阻将这颗卫星带回小镇 本来打算去回收此卫星的军方因此铺了个空 反观小镇上的人纷纷聚集围观这天外来雾 但是他们作死将它打开之后 冒出来的一种在空气传播的细菌病毒 小镇上的人大部分都死于病毒感染 当军车开过的时候 幸存者惨烈的呼叫和遍地的尸体吓倒了两名士兵 除了满地死状怪异的尸体外 只有一个老头和婴儿幸存 另一边一个吃着口香糖的男子出场 他和黑人上将讨论着这起细菌事件 并淡定地分析着仿佛胸有成竹 而此人为后面剧情买下了伏笔 之后画面转到总统身上 他正在为自己的竞选头痛不已 自己的地盘上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高层不能做事不管 所以将军启动了野火应急预案 召集了一群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来解决问题 但政府隐瞒了卫星的真实用途 只说它是为了采集外太空的细菌用作研究的 当科学家穿着防护服去镇上实地考察时 尸体已经腐烂 并吸引了各类腐蚀动物的光临 此时他们发现这是一种靠空气和生物传播的细菌 他们要求政府封锁这一片区域 虽然科学家们都十分害怕 但还是将卫星和幸存者带回了基地进行研究 老人身患重病的血液偏酸性 婴儿频繁咳嗽的血液偏碱性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细菌病毒只能在极窄的酸碱值中生存 但是因为地球上大部分哺乳生物 体内都携带有病毒的养分碳60 科学家试验了很多抗生素也没有办法抑制 这也说明细菌基本上是不可消灭的 画面切到了野外 一只秃鹰抓走了刚啃完尸体的小老鼠 然后将它空投在一对执行任务的士兵中 很快士兵们有的变得性格暴躁 开始互相杀戮 有的脸上爬满血纹 抽搐身亡 就这样病毒以各种独特的方式传播并升级 科学家们感觉这细菌的强悍已经超出他们的认知 再三逼问下 军方终于透露 在地球附近的太空突然出现了一个微型黑洞 美国偷偷发射了一颗卫星去收集里面传过来的物质 后来黑洞突然消失 卫星也掉了下来 在科学家做实验的同时 细菌也在飞快的变异着 从开始的空气传播十秒至死 到现在可以通过动物传播 一步步往个旅区外面渗透 科学家们感觉吼不住了 于是向政府进行汇报 建议用核弹炸平小镇 这时影片接剧情和人物争论 提出了一个搏落问题 要人权还是要安全 轰炸一片区域也许能抑制病毒的扩散 但是侵犯了人民的生存权利 若是放任病毒滋生 也许有更多人丧生 最终政府派出轰炸机投下核弹 牺牲一小部分人保全大众 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 有人要距离力争不让投核弹 但是没有 只是科学家们发现 细菌居然可以吸收核弹的辐射 这能够让它更加茁壮成长 所以紧急叫停了投弹的计划 细菌将钢铁材料的战机操作系统浮实 使战机失去控制 飞机带着核弹追向地面 好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